这是第53届超级晚,秦英格兰爱国者队3比3战胜洛杉矶公养队。 41岁到0的四分位,潘姆布雷迪,和传奇主帅比尔贝利切克,又完成了他们人生的超越,这是布雷迪的第6个超级晚冠军,独霸历史第一。 比尔贝利切克,成为拿下超级晚年龄最大的主帅。 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,我们看热闹不全是大,场外表演和广告故事,才是我们的超级盛业。 满城镜市超级晚作为一年一度美国最重要的体坛大士,自然需要有点全民狂欢的样子。 进入亚特兰大的第一站哈斯菲尔德杰克逊机场,立马就能感受到超级晚的氛围。 为此,机场共投入了140万美元,迎接超级晚的到来。 无论是横步在过道上的100码橄榄球场地,还是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,都在告诉路过的每一个人,超级晚来了。 机场的超级晚元素,而等待安检的通道两侧,也立起了超级晚年间,帮助人民重温那一个个历史时刻。 据估计,将有15万游客,来到了亚特兰岛参与本次超级晚级相关活动。 这对于商家来说,自然都是无限商机,预测比赛将为整个城市带来2亿美元的经济影响。 酒店,我们要超级晚宝宝,但在享受这火热的比赛氛围同时,球迷们的钱包可能要受苦了。 赛氏期间的酒店房间,不但一无难求,价格也是直线飙升。 数据显示,超级晚期间正。 各亚特兰大的每晚酒店房间的均价价格,从平时的90美元,一路涨到271美元。 甚至有新闻报道,因为球迷收到邮件,酒店取消了之前预订的,共计523美元200的房间,重新确认入住的价格,涨到惊人的4800美元。 但是,如果想省钱,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。 HOPLS.COM在赛后为获胜方的球迷,提供了53间米费酒店客房,为了有更多超级晚宝宝出生。 HOPLS.COM表示,重大体育赛事的胜利,会引发婴儿潮,所以我们正在帮助获胜方球迷走这条路。 食品的两极分化,对于超级晚的衣食住行,时是唯一有选择空间的。 这里可以分享一个别者身边的故事。 有位同事在超级晚期间,将参加一场婚礼,原定的其中一位伴郎是餐厅厨师。 早已提前请号教的这位伴郎,突然被同志不许走,而且整个餐厅超级晚期间,一个人都不许请假。 原来,有个公司找到这家餐厅,预定了包括比赛当天在内的整个赛事期间的所有饮食。 据悉,提供几餐厅的包价,相当于餐厅平时一年的收益。 著名UFC选手嘴炮也来到了现场。 不过进了体育场,食物又都变得平价。 体育场内的食品,比网线超级晚,便宜百分之五十以上。 比如一杯啤酒只需要五美元,而去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美国银行体育场,一杯啤酒至少要十一美元。 其他食物也有类似的低价,椒盐菌银,热狗,瓶装水,客室杯的汽水和爆米花,都仅需两美元。 芝士玉米片,华夫饼薯条,和皮发片售价,仅为三美元。 此外,本届超级晚纪念碑,用四美元就可以买到,而在2018年的超级晚上,同样的产品售价高达三十美元。 超级晚活动现场,不要最好,只要最贵当然,最贵的还是门票。 比赛的门票最低两千五百美元起售,而最低的意思是,你只能在容纳八万三千人的体育场,最后一排在角落买到一个座位。 前排的座位,通常都在二至三万美元之间。 而本次比赛最贵的包厢,更是要价67万美元。 这个价格在亚特兰大当地,已经可以购买一套不错的别墅。 体育商业记者达伦罗维尔·达伦罗罗,还在推特上透露,包括服务费在内,自己共花费六万零六百四十六美元,才买了公羊队一侧五十码线上的四个座位。 除了当天的比赛,市中心和各个商业区的一百多个地方,将举办超级晚的相关活动。 从比赛前一个周末开始,一直持续到比赛前一天。 只需二十美元门票,就能在国际会议中心待上一天,去体验传球、篮节、室门等。 雷哈曼拒绝中场表演既然是全程的狂欢,怎能少了娱乐这个重要元素。 超级晚期间,就在比赛场馆的伊杰之阁,也是亚特拉大老鹰队的主场,一场精彩的音乐阶等着大,家。 接连三千,每晚都是强大的演出阵容。 最后一晚更是由人气爆棚的火星哥,和近年来红都发烫的说唱歌手法迪比压众。 而如果演唱会不菲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的话,也有亲民的活动供选择。 1月26日至2月2日,市中心百年奥林匹克公园,举办了免费的超级晚现场音乐会。 提到娱乐,自然不能跳过和比赛,同样精彩的超级晚中场演出。 之前曾传说雷哈纳和卡迪比,先后拒绝中场秀,原因都是为了支持前旧金山49人队。 四分为科林卡佩尼克的贵国歌事件。 而今年的中场秀,则邀请了组织亚德本的说唱歌手Big Boy助阵,增加了作为美国书场摇兰亚特兰大的城市元素。 超级晚广告看点啥? 举办如此盛大的活动,一定离不开商业助力。 有这么一句话,看超级晚有三类人,第一类人看比赛,第二类人看中场秀,第三类人看插播广告。 今年,一段30秒的广告位标价,已经到了创纪录的525万美元,以每秒17.5万美元计算。 可供参考的是,1967年第一届超级晚的广告收入,仅为3万7500美元,直到1995年才达到100万美元。 2018年,各大品牌为此支付了520万美元,到2020年,广告被不出意外将会继续刷新记录。 从目前流出的几段广告来看,不少商家都突出了一个特点心,亚马逊和品和薯片都涉及到了日渐流行的智能音箱。 尤其亚马逊,将自家嵌入音箱的语音系统Alexa开脑洞到了诸多生活场景中,夸张地展示了其长大功能。 而品克薯片通过智能音箱的语音,展示了其口味上的丰富选择。 几大啤酒厂商,也是在心上做足了文章。 百威啤酒除了延续近年来的动物元素,和充满历史感的画风之外,新年主打了风能源的标志,和背景音乐鲍勃迪伦的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结合。 而他们这个六分半钟长的宣传片,足足花了3400万美元。 更是在两段广告中,用上了主播的一种新型式ASMR和智能机器人,分别突出了纯粹和体验两个关键词。 值得重点介绍的,还有百事可乐的广告。 除了广告本身下重金邀请卡迪比外,场外的小故事也同样喜剧。 作为NFL的长期商业和做伙伴,百事可乐包括旗下的加德勒,在每年超级瓦期间,自是要大显身手。 而本届超级瓦许范蒂亚特兰大,又是最大竞争对手和口可乐的总部所在。 可以看到,关于超级瓦的宣传图片,用了大量蓝色元素,对此,向来一片红的歌口可乐,在自己家门口也只能干瞪眼。 这也许就。